阿罗哈,我是芝未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从漫画里走出来的 吞拿鱼叫声饭团 先来煮饭 最好用寿司米 寿司米比普通米 口感更润,粘性更好 没有的话就用普通米代替 不同品种的米 吸水量不同 煮饭是按照包装润书米的水量来 我想要饭团颜色更好看 所以混合一些粗粮糙米 接着我们来做少少酱 往锅里放入三勺白糖 三勺米酒,三勺酱油 开中小火把酱汁收浓稠 接着我们来准备内馅 高胆奶酪是一种原自荷兰的奶酪 我买的原包装是这样子 上面有叫pasteurized的鸡 也就是我们初中课本里出现过的巴士沙菌吧 大致意思就是在低温的环境下 沙子气菌的同时又保留了牛奶本身的营养和风味 所以这种奶酪是可以直接食用的 西方人一般会用来拌沙拉配吐司 它的质地是不染也不硬的 烟虚味中透着淡淡的奶酱 烟虚味中透着淡淡的奶酱 这时候饭也煮好了 稍微垮一垮 加入两大勺拌饭料 给米饭调个底味 没有的话就放点盐 一切准备就是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饭团了 这是我准备的作弊工具 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一样可以做的 首先在小碗里铺一张保鲜膜 保鲜膜要贴着碗币 放入一勺米饭 加入两勺馅料 再盖一勺米饭 加入保鲜膜系统 用手把饭团钻住个球 放入饭团模具中 按压速写 面筋 加入两勺写 第一勺炖 加入两勺升 加入两勺热团 加入两勺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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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点海苔 先剪成长条 再解决信思 再准备点熟的白芝麻 已经饿了同学 现在包边海苔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也很Q啊 还能忍一会儿的 我们接着做 开中小火 平底锅里换一小块黄 把饭团放进去煎 接下来把照刷这样均匀的 刷在饭团的表面 再次翻面 转最小火 就是表面形成小褐色的碎壳 再翻过来把表面也静一下 这样就能够到一层虾糖口味的脆壳了 最后再撒点海苔和芝麻 就可以关火了 这样我们的照烧饭团就完成了 饭团表面被煎出了一层 虾糖化的硬壳 口感跟锅巴差不多 里面的脱南肉 色和微微融化的奶酪 交织在一起 顺滑的美乃滋让整个饭团 吃起来不至于太干 好啦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生意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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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